维他命D是我们身体里面一样很重要的元素 尤其是对我们骨骼的成长也是非常之重要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维他命D会帮助我们的肠吸收 可以令到我们身体血液内的钙和鱗的含量保持在稳定的水平 如果缺乏了维他命D的时候 身体血液内的钙的含量不足 我们身体会从骨骼上交配 将骨骼的钙输送到我们的血液内 如果血液内的含量是低的时候 我们就会整个人的肌肉会有抽筋 如果长期来说 譬如钙不足的时候 小鸞的骨骼的发育就会不正常 就算是成年人之后 因为不够钙 所以骨骼也会形成了一些骨骼流失 再严重点下去的时间 例如去到年长或者是苦女收经之后 就很容易形成骨骼疏 有些朋友就是因为长期的户内工作 小晒太阳 这件事就会形成了一个很容易缺乏维他命D的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维他命D的来源主要有三个 最主要就是太阳 日照和我们身体皮肤的一些化学作用 会自己制造到维他命D出来的 但是这个是要太阳里面的UVB 这个紫外线才可以的 所以如果我们就穿着衣服 或者是塗着防晒 或者是坐在家隔着玻璃窗 其实身体皮肤是制造不了光合作用的 所以就制造不了维他命D 这个其一 其二就是如果生活在一些 日照时间很短的地方 比如可能日照很短的 这样也容易缺乏维他命D 第二类人士会缺乏维他命D 主要就是食物那里 有些朋友其实是不吃鱼的 因为食物里面最丰富的来源 的维他命D 其实就是鱼类 或者是鸡蛋 当然第三个来源就是补充 补充剂 比如有些朋友 他刚才我们说 又不晒太阳 又不吃鱼 又不吃蛋 但是他又没有食补充剂 那他的身体维他命D 就必然是会低的 如果是一般不是太严重的缺乏维他命D 除了是骨膝 至瘤膝之外 其实就是没有 你感觉不到 因为我们身体不会发觉 我原来就是缺乏维他命D 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跟病人说 最好看一看维他命D 他们都会说 我不觉得有东西 不用厌 要厌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一开始缺乏的时候 我们是不知道的 长期 比如日积累月 比如有些女士 去到骨质疏松那一刻 再检查 再检查 才知道 原来我的维他命D 原来低了这么久 那时候再去补充 怎样都比没有 但是已经是迟了一点 其外 就是 有些研究 其实现在都显示 就是 维他命D 缺乏 严重得的人 其实就容易感染到 上呼吸道的感染 所以在提升免疫系统的作用 现在其实就越来越多的研究 就发现原来维他命D 对帮助我们提升免疫系统的功能 都有一定的作用